破直的手段有三种 常规的 非常规的 和超常规的 先说常规的 常规的是明白道理 或者师父启发 或者自己觉悟 兼而有之的 有得善宣见 得善宣见 是慧能的五世法孙 师父龙潭崇信 当时流行的习惯 是在禅师的法号前面 加地名或者市民等等 宣见由于晚年 在湖南常德的 得善金社住西 所以叫得善宣见 崇信呢 因为是成都龙潭寺的著词 所以被称为龙潭崇信 不过宣见原本是反对禅宗的 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 读遍了经书 尚且不能修成正果 慧能那个岭南野蛮人 却说什么不立文字 立地成佛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于是宣见就挑了一段金书 去龙潭寺 扬言要剿灭禅宗 没想到走到半路就挨了一棍 当时有一位老太太 在路边卖烧饼 德山宣见上前失礼 烧饼婆婆问 法师有什么事 德山宣见说 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 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见说 金刚金 烧饼婆婆说 好 我有一问 答得上来 点心白送 答不上来 请法师到别处去买 德山宣见想 我这个人俗读佛经 还怕你问 于是他说 请讲 烧饼婆婆就说 金刚金上有句话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法师 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见 瞠目结舌 是啊 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 都回答不了 读那么多金书 又有什么用 因此到了龙坛寺 他就已经是强弩之末 不过宣见进入佛堂以后 还是熊啾啾气昂昂的 大声嚷嚷说 久闻龙坛寺大名 今日来到此地 却是坛也不见 龙也不见 崇信 却一点都不生气 他欠了欠声说 法师不是亲自来了吗 这句话 可以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 尽管必是 坛也不见 龙也不见 但是法师屈尊亲自来了 岂不是坛也有了 龙也有了 第二种则是 既然必是坛也不见 龙也不见 法师为什么要亲自来呢 无论哪种 宣见都接不住招 只好行李 当然 他也留了下来 某天晚上 宣见照例 视力在龙坛重庆的身旁 重庆见天色一晚 就让他回房间去 当时夜深人静 心悦全无 宣见走出门外 回个头说 天太黑 重庆便为他点燃了烛火 宣见刚刚伸手去接 重庆又一口把烛火吹灭了 于是宣见瞪时开悟 倒头便败 奇怪呀 从点灯到吹火 不过片刻时间 只有简简单单两个动作 宣见怎么就觉悟了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 传灯 什么叫传灯 佛家认为 佛法就像明灯 可以照亮人心 也可以照破黑暗 因此把传法叫做传灯 佛法相传 称为如灯传照 他们甚至还有传灯法会这样的仪式 信徒们手捧棉花做灯 相互传递接连不断 意思是让磁光 普照世间 所以 重庆点燃烛火 就意味深长 没错 它是在传灯 不过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必须知道 禅师传法和数学老师上课可不一样 在数学老师那里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禅师传法则相反 一不是一 二不是二 他们的动作和说话都有言外之意 或者说都隐含着让人觉悟开窍的暗道机关 发现暗道 触动机关 就会豁然开朗 悟得禅意 这就是前面说过的禅机 好了 我们现在把前面的场景再回放一下 宣建说 天太黑 言外之意是 这世界太黑暗 重庆点燃烛火 言外之意为 佛法就是明灯 那为什么要一口吹灭呢 不吹灭就没有言外之意了呀 因为宣建说天太黑很可能只是陈述事实 如果重新为他点燃烛火以后 宣建接过来举着回房间去 就没有后面的戏 就没有残疾了 所以必须吹灭 给他觉悟的机会 有机会 才是残疾 很幸运 宣建开悟了 这样一来 说天太黑 才有了这世界太黑暗的意思 点燃烛火 才意味着佛法 就是明灯 更重要的是 宣建明白了这盏明灯 原来就在自己心里 师父不过帮着点一下 所以还得吹灭 烛火吹灭之际 便是新灯燃起之时 没有这个觉悟 重庆也是枉费心机 这就告诉我们 机会 都是自己抓住的 因此 宣建心中那盏灯 其实是他自己点亮的 但是没有重庆 就点不亮 重庆不把烛火吹灭 也不行 点灯 吹灯 是启迪 瞬间明白 是顿悟 本案堪称传法的范例 其中蕴含的道理 则正是禅宗的主张 直指人心 见信成佛 宣建点亮的新灯 就是发现的自我 于是第二天 他就烧掉了 带来的经书和笔记 彻底皈毅的禅宗 是啊 两个动作就能顿悟成佛 为什么还要读经呢 结论是 读经无用 当然 如果你觉得读经很好 完全可以读 读经不是禅 一定不能读 也是直 那么打坐呢 打坐需要吗 不需要 因为禅宗的第二个道理 就叫坐禅无功 我们还是讲个故事 故事是马祖道一 和他师父南约怀让的 这两个人可了不得 马祖道一 是中国禅宗第三代宗师 因为俗信马 法号道一 所以叫马祖道一 他的师父南约怀让 是六祖慧能的亲直弟子 由于在南约恒山波若寺 做主持 法号怀让 所以叫南约怀让 不过 马祖道一 刚开始的时候 也打坐 其实这并不奇怪 因为禅 又叫禅纳 在梵文中的本意 是禁律 安安静静的禁 思律的律 考虑的律 英文经常翻译为 沉思 或者冥想 通述的说就是发呆 所以在一般人看来 心无旁骛 呆如目击的坐在那里 眼观鼻 鼻观心 就是禅 何况发呆也不错 至少心里面 没有乱七八糟的念头 运气好的话 还会有飘飘欲仙 或者灵魂出窍的感觉 这个时候是可能有灵感的 哲学家和艺术家 喜欢发呆 到底就在这里 佛门弟子往往要打坐 原因也在这里 可惜 这不是禅宗的禅 老是傻乎乎的坐在那里 也成不了佛 于是师父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 年轻人 你在这里坐禅 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 成佛 南约怀让便找了一块砖头 在墙上磨 道一问 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 做镜子 我们知道 唐代的镜子是铜的 铜镜是要磨的 那磨的是铜 所以道一说 磨砖怎么能成镜子呢 怀让说 磨砖不能成镜 坐禅难道能成佛 道一说 那要怎么样 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 牛车不动 该打车 还是打牛 道一打不上来 怀让又说 你自己好好想想 到底是要学做禅呢 还是要学做佛 如果学禅 禅非坐卧 如果学佛 佛无定向 像你这样整天坐禅 这不是学佛 是杀佛 马祖道一 如提湖灌顶 顿悟 实际上 六祖慧能 早就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 何处求真佛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 坐禅的原因 禅是车 心是牛 牛不肯走 你打车干什么 佛就在你心中 怎么不去找 当然了 牛要是肯走 车也是可以坐的 否则人是执迷 所以你如果觉得 打坐很好 也可以打 学禅一定要打坐 是直 一定不能打 也是直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禅中的道理 净土无理 佛也是人 读经无用 坐禅无功 这就是禅中破直之时 要讲的基本道理 如果讲不通 或者不明白呢 对不起 那就得动用 非常规手段 甚至乎会竟然是 197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